大家好,我是福科索依的師姨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個APP,叫Adobe Draw 然後點開之後呢,我們先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直接做描圖的動作 所以首先讓我先挑一張我兒子的照片 可愛的兒子 那好了之後呢,因為我們要描它 所以可以把這個當底圖,然後開透明度 對,可以調淡一點 OK之後呢,我們就切到旁邊這個灰塗層 然後你可以選擇 譬如說我想要是黑色的 因為我們現在先描外框 好,我們就先描外框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 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畫的東西的外框 然後大概的畫一下 耳朵 你這支筆真的 對,這支筆是那個 很好的工具 對,它最近才剛出來的 所以就把邊框稍微畫一下 然後嘴巴 因為你的壓力就 像的粗細是不一樣的 對,它有壓力感應 所以你看 好 大概畫出來 那甜色的部分怎麼做呢 喔,甜色的 好,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一個 大概的樣子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圖層 加一個繪圖層 嗯 好,加一個繪圖層之後呢 我就可以選擇其他的畫筆顏色 譬如說我想要幫他換成紅色 好了 好,再按一下 好,然後我就可以直接在他 在他的頭髮這邊 喔,畫得有點醜 好,沒關係,大家看得懂就好了 好 好,畫完之後呢 繪圖層這邊就會出現 好 那我其實也可以畫多一點 沒有關係 好 然後 嗯 接下來 我也還可以再增加其他的繪圖層 比如說我想要 那就是說 可以在頭髮跟臉 額,頭髮跟臉的膚色 是不同層 對 所以我的頭 皮膚也可以用 同樣的方式幫他著色 好,那他現在皮膚跟臉 檢視在不同層 對 那這樣會有 就是在 呃 待會會有一個動作就是 你要幫他 把一些多餘的部分擦掉 嗯 嘿 那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呃 看一下 先到那個黑線的這一層 好,我們可以把這個眼睛關掉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讓我們看到 喔,他有哪些地方其實已經塗了 塗超過了 嗯 然後我就可以再選擇 用橡皮擦 橡皮擦 那橡皮擦我稍微用小一點點 嗯 好,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把你覺得多的地方 OK,在這邊可以開透明度就可以看到了 對 就可以把眼睛關掉 就可以 那跟Photoshop的意思是一樣 可是這就是更 更便利的 對,更直覺一點 好,所以我這樣完成之後 好,所以我這樣完成之後 呃,像這一層 我 這邊已經完成了 好,接下來我就顯示 我剛剛頭髮有點畫超過的地方 嗯 所以 同樣的方式 就我也可以把 這個頭髮稍微 修一下 都修到黑線之內嗎? 對,修到我們自己希望他在哪一個範圍之內 對 好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好 假設我已經畫完了 然後我再把大家的眼睛都打開來 好 好 就可以看到大概有一個框的樣子 好 再把黑線移到最上面嗎? 我們最後把 欸 黑線 喔,這個是可以調的喔 這是可以拉的 好 好 這樣子就很有效果 然後我就在最後把影像塗層關掉 關掉 就會得到一個 兒子的 速寫 OK,謝謝 好,謝謝獅益老師 謝謝 拜拜